那中药大学第三副主义院 我和我的朋友包括家人都在那边 然后找大夫看病嘛 但是现在就是那个大夫的号 然后基本上是所有的患者 几乎都是挂不上的 都是从皇宁那买的 本来应该是12块5的挂号费 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患者买到了 都是200 280 反正是挺高的 就是这个挂号费翻了好几番 李女士表示 由于家里有慢性病病人 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挂号看病 而每年因为挂号 都要额外多支付2000多元 这让她是无法接受 李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随后我们来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现场进行了挂号体验 我选择内科肿瘤科 我的医科都不能选择 记者在现场挂号时发现 该医院的肿瘤科里 大多数的医生都能挂得上号 但也有个别医生 确实如李女士所说挂不上号 比如说像三菲院那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夫 像王湘琪啊 张云彩啊 包括理发质啊 孙韵健啊 像这些 他们基本上都是需要从黄牛那买 在医院的挂号系统上显示 可以通过手机提前一周预约挂号 记者随后也通过该医院的微信小程序系统 进行预约挂号 我们挂这个肿瘤科 像这个张云彩医师 他这周的这个号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医生目前是挂不上 这里边还有一位是王翔奇主任医师 他这周的号也是全部都挂满了 这两个比较有名的医生 我们都约不上目前 李女士反映 该医院内有名气的医生都极难挂号预约 记者现场操作也没有挂上号 那么其他患者是否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呢 记者随后也向医院内的患者了解情况 走访当中 一些患者告诉记者 如果对选择医生方面没有要求 正常看病挂号的话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医生在患者圈子里名气比较大 这样的医生很难通过医院的预约系统挂号 只能通过中介来买号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一位中介 有几个命仪但是没有号 王翔奇 赏人才 赞予定 收费是大首位老师站着 中医三部院赏人来是280 中医三部院王翔奇是100 张老师是280 费予啊 他的号难都比较大 原价12.5元的挂号费到了中介手里 却明确要价280元 记者在对方的朋友圈里 还看到了多位医生的挂号信息出售 并且根据患者的需求挂号价格也不一样 这位中介随后还在微信里告诉记者 只要给钱 他们就能够解决挂号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记者随后就此事向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做出投诉反馈 他都是这个黄牛约平台 都是我们自己掌控 然后就最近 最近就开始不断的有患者反映 说有黄牛在医院卖号 然后我们组织几次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欢迎就换了 我们反映去抓住这一部分人 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医院最近也在严查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这些中介都是在网上收费 本人从不露面 这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 记者随后也把此事反映到了辖区派出所 医院当然就在了 一号通过站挂不上他他他管了 他有通过关系能了还是他有通过上 医院的肯定在想 医院的想法你只能在指着他们系统 扎舌顶的指着 根据民警提供的建议 记者随后也把此事反映到了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这个事情我也知道 我也反映 挂号应该是名字挂号 那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他们发言了 啊 你